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赋予了祥瑞、智慧、力量等丰富的寓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中国农历贾臣龙年即将到来,从龙年春节开始,中国的春节列入联合国节日,中国年为何能够成为世界年,哪里能寻觅到最多的龙?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济祥日前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 今年我们国家的春节列入了联合国的节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春节其实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断积淀下来的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欢度的节日。 那么其实这个节日早已传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华人的地方。 所以今天联合国把春节定为联合国的节日,这是一个大趋势,因为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色彩的。 那么把这样的一些民族的独特的这些民族的节日,其实承载着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精神,那么也丰富的文化积淀传给世界各地。 中国人对龙的崇拜由来已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龙文化。 单季祥说,作为中国人的图腾,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和特征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演变。 比如我们最早的龙,平常说的中华第一育龙,那么出土于这个东北的洪山文化,其实呢,安徽的宁家滩文化也是在五千年前,那时候的龙呢,都是以育气为载体。 当时龙呢,没有脚,没有竹,是一个团形的这样的一种。 那么到了商代到战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龙的形象呢,基本是我们看到是在青铜器上。 到了战国到秦这一段时间呢,龙呢,开始呢有自己身子了,开始呢,这个拉长了。 甚至呢,有些像在水里游,在空中游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但是呢,到了宋以后,龙呢,就开始呢,这个全身都,龙片已经腾晕家务了。 单济祥说,随着时代发展,龙逐渐被运用在建筑、书画、工艺品等各个地方,成为皇权的一种象征。 作为明清时期的皇宫,故宫中龙的数量多到无法计量。 比如太和殿就是一万三千多只不同的龙,大大小小的,在这个乌脊上啊,在这个我们的内颜外颜的彩画上啊,在我们的器物上有很多。 这时候龙呢,其实也在变化。 比如明代的龙呢,它眼睛是凸出来的,嘴脏得很大,鼻子很宽。 那么清代的龙呢,它的相对就收敛一些。 因为故宫呢,这个一共有一千二百组建筑,究竟有多少条龙,没有人有时间把它一座一座建筑去统计。 同时呢,故宫的很多的藏品,文物收藏,比如绘画中的龙,比如七七木漆,发廊器上面的龙,这些呢,也很难统计。 山继祥说,在故宫,还有一处照壁,九龙壁,与山西大同九龙壁,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并称为中国三大九龙壁。 壁上面的九龙分为正龙、生龙、祥龙三种,九龙翻腾自如,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前冬皇帝,这个当六十年皇帝,他准备退位,那么他呢,就建了,之前就建了一个叫宁寿宫区,那么宁寿宫区的正南面,上面就是做的九条龙的九龙壁。 那么当然它是这个烧灶的规格最高,也设计了呢,最为庄严的这样的九条龙,每条龙的使用的琉璃瓦,琉璃的色彩都是不同的,姿态也是不同的,所以它应该在九龙壁中,它呢,是在设计方面,这个在它的气势方面也是非常宏大的。 近年来,各地刮起博物馆热,城市文旅热,善计祥说,可以借此为契机,更好的传承传统文化,助推城市发展。 我们今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需要传承,需要弘扬,仅仅保护不是目的,仅仅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传承。 在这方面,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资源,那么要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同时跟人们现实生活来对接以后,这样就能产生出这样的很多人关注,很多人向往,很多人走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